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3点08分 今天加群指数又涨93点 第七天哦 连涨第七天啊 连涨第七天 这七天下来 台北股市已经涨了快500点了 已经起了500点了 从10500到今天10970点 470点快500点了 你看在4月底的时候 市场人心惶惶 大家担心美中贸易 又是台湾是最大受害者 一大堆的 不管是政治人物在吓你 甚至于很多分析师也在是是而非在吓你 当时只有林德燕 我用时间周期的角度 我把时间周期循环 印证上来给你看 一直跟你强调年限一定会守 转折时间到加上年限保卫站 在4月26号的时候 我用这张图表一直跟大家讲 年限一定守 年限一定守 赶快下去买 台北股市其实很规律 最近的半年来都在走24天25天 有没有看到 25跌25 13一半 24一半 13 23 24 这个时间点都刚刚好 尤其又是年限保卫站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一定会涨 你看到现在 这个时间你自己算 这个循环不会变 时间你自己算 已经涨到第一 我也不知道涨到第幾天了 因为时间还差很远 还差很远 应该是第11天 上面有个小11的房子 有没有 这里有个小11的房子 在左上角的地方有个小11的房子 那行情越来越快速 上个礼拜 外资 开始回容了 道琼涨91点 在道琼的部分 我也特别跟大家谈到 上礼拜上我特别谈到 我说道琼这根长黑棒 这根长黑棒 4月24号 这根长黑棒的高点 只要一站上去 里面有6根长黑棒 这6根全部都是700点 500点的长黑棒 那道琼会跌这么多 一定是当天有大利空 所以6根长黑棒代表 美国的6大利空 如果一破的话 利空全部化解 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多头循环 讲完之后 礼拜四大涨196点 礼拜五又涨91点 那道琼在整个周线部分 黄金交叉也才刚出现而已 所以整个中期的趋势 刚开始转多 这个对于全球股市 会有很强烈的带动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涨107点 香港大涨快400点了 香港去要400点 所以不是台北股市强而已 亚洲股市也都被带上来 你看日本不是更强 日本根本就没有下来有没有 人日本根本没来 我们四个的风 哭来这边 当时我一直讲全球很好 不要自己吓自己 我们这次会下来是因为台积电 制作物力不可活啊 台积电没事办了个法说会 把自己砸昏了 把台北股市给砸成了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嘛 完全跟我预告的一样嘛 其他人家全球股市都很好啊 你看法国 德国现在开盘 德国也没下来啊 有没有 你看印度 给大家看印度 印度更好 印度更强 印度 对印度也没下来啊 都一直在的啊 所以台北股市当时 自己台积电把台北股市给砸昏掉 我把这个现象跟大家讲 很多人听不懂 很多人听不进去 只是一位自己也吓自己 哇中美贸易 怎么样怎么样 真正要是没来怕 那事后印证上来 还是临得宴队嘛 对 也稍微丢嘛 你跟着下去买就赚钱了嘛 我不是事后马后炮 我是一路走来 一直印证给你看的 我相信你们一直看我节目 里面都是见证者 对 我不喜欢讲那些 模拟两可 是是而非 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你都对 股票市场没有绝对的事情 没有那些都在我们赢的啦 哪件事情都有它的正反两面 你判断对你就赢钱 你判断错你就要承担风险 所以在关键时刻 尤其是越是关键时刻 我不会模拟两可 如果怎样就怎样 如果怎样就怎样 因为我都在对的 对 我在关键时刻 我会去赌一把 赌对了 我就是大赢家 那如果赌错呢 赌错就赌错了嘛 江湖不高 赌错就没话讲 彼此摸一摸冷白嘛 是不是 可是你会发现到 每到关键时刻 你看过年前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看空 我说过年后必定大涨 年线必定利手 还是我对的 懂得在关键时刻 去压一把的 你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当然不能乱压 我都是有所本的 你们上去看我节目你们知道 你看这样上来之后 雅尼今天又创新高了 雅尼又创新高了 我就不用多说了 29块一都一直买起来 18% 18%是没多啦 很扎实 很踏实 外资连买16天 已经买了五万八千多张了 台泥今天更强 外资一直买台泥一直买雅尼 我全程追踪 全程跟大家报告 我不知道你有买吗 有在你供给 你如果没买我没得到 我已经苦口婆心意识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五四六九汉宜伯德 我们18块半的 落下 落下落下我也没得到 因为我不是主力 可是很快的 一回稳忙一上来 我又不是省对不对 买相对低一点 卖相对高点就好了 我21块没掉 也18% 17% 18%的 卖掉放口袋 台小手也很好 但他没有下来 我也不会去追高 因为指标太高了 我不喜欢追高 可是 华欣立华集团 是国内最喜欢炒股票的集团 只要华欣立华集团股票一大涨 那么整个多头气势如虹 像今天华欣立华集团股票也很强 1605的华欣 对 2492的华欣科 包含金城科 新唐 对 今天都大涨 那汉语博德 指标比较高 可是在汉语博德 华欣立华集团里面 净值最高的 就是汉语博德 股价最低的也是汉语博德 所以汉语博德 只要有蹲下来 外国Q都回来 我不喜欢追高 我的个性 压还我会再买 压还我会再买 光是这样子18块钱买21块钱卖 也17%也不错 对 622立抗的西 你们都看到了 我不喜欢追高 你知道同时间 有高档的股票 有底部的股票 你喜欢追高 去追那个气势 也没有错 可是你要懂得 该跑你要会跑 否则高档股票一跌下来 有时候 马上30% 40%就会不见 可是底部的股票 它会很抗跌 因为它已经跌了一段了 它会很抗跌 可是只要一起来 30% 40% 马龙五跌 所以喜欢做底部的股票 原因就在这里 没有什么对错 每个人选择的方法不一样 但底部上台股票 可能初期会慢一点 可是很安全 可是等到它进入加速阶段的时候 也满过瘾的 你看利康 我60 61买 60 加码 70 加码 涨到86 我狡猴 我没逢走 我没有让会员卖86 我也不是神啊 对不对 到86 我希望让会员赚更多 可是一下来不对 我们也是跑 我们76块钱卖掉 现在剩下68块钱 这样也22%了 你们都知道的 利康我觉得还不错 4月营收历史新高 第一季的获利也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20% 股价压怀 现在指标的低档哦 等买点到 等买点到 我会出去哦 我会再做出手哦 你想要一起做的 到时候我们一起来 对吧 生技股 4114 这支在这里注意 剑桥 剑桥第一季的获利 已经2块1了 第一季的获利 已经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年了 今年全力至少3块钱起跳 今年 今年是历年来赚最多钱的一年 结果股价竟然是从 六十几块跌到二十 跌到二十几块三十块 好股价在历史底部 获利会创历史新高 所以剑桥这支股票我觉得还不错 优势党底部的旧有股 升级股剑桥你可以特别注意 你看二九二九套地也不错啊 最近一稳之后冲出去了 短短几天时间内 九十九 今天一百一三了 怎么整一%呢 也12%呢 套地 四月营收 历年四月的最高 第一季的获利 第一季的营收 也是历年同期新高 今年第一季2.76 去年是2.2 也成长了40% 这个公司 我没说 每年都赚一个股本 每年都赚一个股本 这叫模范生啊 在历年来说哦 是要领市长奖的 结果股价 从2.85跌到底部100块 情何以堪啊 你这样能够跌到哪里去 对不对 今年还是能够赚一个股本啊 因为今年第一季 已经比去年第一季 成长40%了 服饰本来就是 在大陆来说 二胎化 是长期的重点政策 铜装长期一定是看好的 所以套地一回稳 外资也开始回流了哦 外资已经连埋五天了哦 外资也连埋五天了哦 最近的股票又是一档底部基欧股 是不是又是一档底部基欧股 我喜欢买错 我知道很多老师 喜欢推荐涨高的股票 也没有错 反正只要赚钱都没有错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而已 就像每个人挑老婆 有些人喜欢瓜子脸 有些人喜欢圆心脸 有些人喜欢方的脸 那挑这么脸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挑对 挑到爱你 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愿意跟你走一辈子人 那就对了嘛是不是 股票也是一样啊 有些人喜欢追高的 我喜欢买低的 重点是你要能够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赚钱方法 能够长期稳定获利 那就对了嘛 我选择底部的基欧股 是因为我以风险为出发点 追高风险大 底部风险小 长期下来我能够承受的风险 会来的比较小 长期而言 利润会来的更大 一步一脚印 我不是看短线 我看长期累积的获利 才是最稳的一个方法 我是这样的出发点 我不要求你跟我一定一样 可是你认同我 我们就一起来赚 你喜欢追高 那就跟别人做 只要能够赚钱 何乐而不为呢 不是吗 抛地也开始越来越快了 我上海带跟大家讲 2915 润泰拳 两天之内会喷出去 今天开始在加速了 盘中财报已经出来了 盘中财报已经出来了 3.47元 第一季3.47元 对 历年一季大概两块多 在第一季3.4元 股价才五十几块钱而已 明天六十元站上之后 又是一个新的发动 我 润泰拳我五十四块钱到现在 但这里有点慢啊 可是 大盘跌这个700点600点 他也避开了啊 对不对 大盘跌的600点 他也避开了啊 也算好啊 所以一步一步来了 一步一步来了 八十二九 经历 连涨第二天了 你看去两天啊 第一季获利开始回温 0.52 更重要的是 禁止三八块 我看上的是什么 我看上的是 他手中现金有48亿 全部股票总市值才37亿 你想哦 一家公司 光是手中现金就48亿 而且这家公司还是 不跟银行借钱的公司哦 负债很低哦 负债很低哦 所以他的钱是公司实实在在的钱 公司光是现金就有48亿了 只有股票总市值才37亿而已 这种组合很难出现 一旦出现就是大涨 你看股价 从120 跌到剩下20 跌到剩下20 跌到剩下20几元 也是没什么风险啊 可是随时到一上来 你要探一下30%40% 我很喜欢找这种股票 安全又能够大赚 你不用追高 然后做得那么心惊胆战 没那个必要 对没有那个必要 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你讲 今天鸿海减资大涨4.7% 我觉得这个减资哦 现在减资是万灵丹哦 对不对 可是鸿海减资有点头质薄啦 阿公头质薄 因为鸿海历年除全的时候 大概都能够配个4块到4块半 我们来看 鸿海每年大概都能够配个4块到4块半 你说104年配到5块钱 105年配4.5 所以以他的业绩来看的话 他的配股率大概都能够维持在50%上下 所以照理讲去年赚8块钱 他应该能够配4块钱 可是他这也是竟然是宣布 减资2块钱 然后配息2块钱 所以加起来股东还是拿到4块钱 虽然说你拿的是一样的钱 可是这个诚意不够 这个是头质薄啦 他把应该配给你的 获利的利息股利润 他变成本金退还给你 你买股票本金退还给你2块 然后他的股息才配2块钱而已 所以这个叫头质薄 用财务操作的方式 但不管怎么样市场吃这一套 所以股价今天大涨 可是也因为这个样子 会影响到他股价多头攻击的气氛 可能就没有其他减资的股票来得那么强 加上他股本也太大了啦 1732亿减资完之后还是有1200多亿 也是有更大 那市场搭单更关心的是 他第一届财报如何 你看苹概股苹果 股价创历史新高之后 一直居高不下 继续在起跌 反而苹概股都一直在低档 你看苹果股价财报后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那苹概股里面 从大力光已经开始上来了 三千块啊四千啊 现在红海在上来 整个苹概股如果都被带上来的话 那么对于台北股市是一个 强而有力的强心增啊 所以这个股价你不要去想太多 你不要看这样涨上来 上星期五 融资还大减六亿 融券上星期五 加7万丁采 所以金资还在买股票 还在做半空 不要这样算 千万不要 我在年限这里就告诉你 赶快买会涨了 外资在礼拜五的时候大买八十九亿 是两个月来买最多的一天 可见得外资也在归对了 今天呢 我们来看今天外资是买卖超的部分 有没有继续买下去 今天外资又买八十五亿 又买八十五亿 外资加速的归对 台子期进多单上星期五 大买了八千多口 一个礼拜大买一万五千口 外资是股票期货快速的回流 快速的回补 那你还在等什么 真的等到你去一千点你还要算吗 不如不要算 你担心没关系 跟我们脚步一起 我们从底部开始一挡一挡来 那你就可以放心了嘛 对不对 你看我强棒初级 强棒初级 上个礼拜 华通 在那三十二块 好说的 四五二八 江青段 讲的当天大涨9%给你赚 二四零八 南亚科 跌九十二块 三好说的 这涨到九十七了 这个都还会继续涨 六一八零 这个今天是跌一块钱 可是游戏橘子力还注意 也是从一百二跌到六十年限保卫战 第一季的获利 第一季的获利 这里还没出来 你看 连续都赔钱 第一季就赚了2.41了 因为天堂M 真的是很补 接下来暑假 暑假是游戏软体股的 大热门时候 橘子只要六十七块半一过 又是一个底部的基优股 又要开始动了 我们今天强棒初级讲哪一支 玉龙汽车 当天讲当天大涨 玉龙汽车 你看股价 从七十几抵到成二十几 这是一家不会赔钱的公司 这间公司是不不了解钱的 禁止在那四十五块 高级的近年只有二十几块而已 只有二十三块而已 财报一发布出来第一季0.88 七年来 单季最强的一季 所以买盘今天一流进来 今天成交量到星期五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今天成交量是 一万六千张 礼拜五是一千四百张 十八十八 十八 超级的股票只怕不压回 压回都是买 你如果不用怕它拌到嘴里下去 对 光是净值 就四十五块啊 股价只有净值的一半而已 这种股票你放什么做 你放什么做 股票市场的获利 不是说一时一刻 不是说一只股票多标就OK 你要有一个对的方法 长期操作下去 长期利润的累积 那才是真正 在这个市场成真正的大赢家 我的方法我跟大家讲过 我的人真够紧 我很固执我只做一个方法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我不会像其他老师一直在对贯 我卖 底部虽然慢 可是风险有限 一档一档慢慢赚 一档一档慢慢赚 二十八好三十八好 十五八也算 至少我承认的风险是低风险 我不需要行情一个掉下来 就是30%不见40%不见 我这样稳稳的做 稳稳的带着会员 长期下来利润是很可观的 长期下来才是最大的赢家 你认同我这种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赚钱 现在有很多底部 刚要起涨的股票 我一档一档带着你做 我们的负责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